大家好 我是曹卫东 最近北约要在俄罗斯周边举行一个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 叫坚定捍卫者2024 在舰艇中大约是50多艘 其中要参加演习的英国舰艇 就是最现代化的航空母舰伊丽莎白女王号 但是就在伊丽莎白女王号准备起航参加军演的时候 突然发现他右侧的螺旋桨坏了发生了问题 所以只好临时换降 让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参加这样的演习 自己停下来维修 这个消息传出英国的舆论哗然 说我们花了那么多的钱 让你们建造了这么先进 号称是英国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的航空母舰 最现代化的航空母舰 而且是最先采用了双舰岛这种设计 而且使用了美国就是F35B 这种短距起飞垂直降落隐身的战机 那应该说战力非常强 可是在参加演习的时候 你就说这个故障了 而且舆论说你哪怕就是到那出个台 到那转一圈 大西洋上转一圈就回来 可是英国海军说不行 因为是腿折了 腿断了 它跑不了 不是胳膊断了 胳膊断了 打不了人 腿断了 走不了路了 那为什么英国的航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因为英国呀 中间呢 是想和法国共同建造 就是新一代的航母 因为法国呢 只有一艘核动力的戴高乐号的航母 只有4万吨级 而英国呢 就是当时啊 这个小航母只有2万多吨 而且都准备淘汰掉了 但是双方呢 本来是想合作的 这样可以节省设计的经费 设计的图纸 可以共用一个 而且双方的需求差不多 但是呢 谁都想在自己的国家里建造 因为可以带来就是造船业的这种牵引 还有呢 就是就业啊 人员的这个增加 因为造船嘛 肯定是需要大量的人员 这样的话呢 谁都希望在自己的国家里造 就谈不拢了 大家就分道扬镳了 所以英国现在呢 把它自己的两艘航空母舰 已经建造出来服役了 但是法国呢 因为各种原因吧 到现在 这个法国的新航母还停留在图纸上 所以从这点上讲 应该说英国的海军的综合的力量 或者建造这个大型舰肢的能力 还是强于法国 现在呢 就是英国海军啊 对这个 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啊 再次故障呢 他并不是承认说自己的能力下降 而是说呢 是你制造的 有问题 或者是说你的工艺不行 因为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号啊 他不是采用传统的锅炉 他是采用电力推进 那电力推进呢 就是与这个锅炉啊 就是这个轴承这个船的时候呢 老式的 他是靠齿轮箱啊 靠这个齿轮的变换 来决定速度的快慢 而现在呢 他是根据可以说电力的大小 来决定啊 转速的增加和减少 它的原理不一样 六万多吨的航空母舰 要在水里啊 这么大的阻力里边 每小时几十公里的速度前进 可想而知 这个动力是需要多大 但是这个轴呢 就需要很长 这个直径很粗 那一次啊 就是造不出这么长 这么粗的 呃 一个轴系啊 就像孙悟空的金箍铺棒啊 非常长 非常粗 那这个一次造不出来 怎么办呢 把它分成三截 就三截这个轴呢 把它连起来 那中间这个连接的 叫轴连接器呢 就非常重要 因为你要把这个两截轴啊 要靠你的这个连接器 把它联合在一起 这样的就带来问题 就是在你高速运转的时候 或者力量很大的时候 它这个产生的这个力就很大 那你这个材料啊 工艺啊 就要求非常高 所以这次呢 伊丽莎白女王号 就是在这个连轴器上出现了问题啊 呃 在他之前呢 应该说威尔什七王号也出现了 就是右侧的这个螺旋桨呢 也是连轴器 或者是这个轴呢 出了问题 说明呢 他在动力系统上的制造上啊 呃 工艺或者制造上是存在问题的 他没法解决 呃 从这个情况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并不是英国海军的问题 而是说 他航空母舰制造的问题 那也同时说明 就是一艘新的航空母舰 因为他的就是设备呀 武器呀 很多 你任何一个部分 如果出了问题 哎 就影响了整个舰艇的使用 哎 你任务就没法执行 那现在我们看到 就是仅凭英国的能力 看样子造这种大型的先进的航母 是有一定困难的 或者起码说 他现在这个传动装置 这个工艺和他的制造的能力 是不够的 那下一步呢 就是他将来也就是一个维修的问题 维修完了之后 你也不能够彻底的解决 因为两艘舰都有这样的问题 哎 所以他必须在未来的制造的能力上 和这种工艺上 哎 包括材料上 哎 加以解决 不然的话 他 这个两艘航母 都可能因为动力系统呢 呃 迟迟不能参加这种演习 或者军事行动 呃 甚至呢 就影响他整个的啊 这个使用的周期 呃 这个问题也给其他呀 就是想制造航空母舰的国家 提了个醒 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 是一个系统工程 任何一个短板都可能造成啊 这个水的流失都可能造成 你整艘航母的战力的下降 关于这个话题呢 我们今天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